Kiss House Daily Lesson 417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号 这个月是女生月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 三个月8778宝分模板 七天免费课 只用五个题教会你 要怎么样教会你呢 最近你们会经常看我出现在这个daily lesson 本节课我们会讲 结束之后 你就会有能力去知道 为什么学会了五类题 就可以会写80%的题 而且这五类题实际上是 你考7分的一个关键的关键 然后次天免费课 怎么样教会你这五类题 如何去注册免费课 还有一对一coaching的体验课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YouTube频道同学的话 今年我们会继续更新daily lesson 然后每周分享至少三节课 点击下面的小铃铛叮叮 就可以注册一下了 我们会分享8778宝分模板 是如何用在任何题的 如果你只想要6分或者6.5分的话 也可以去参照这些模板 然后我们keyshouse.com 可以去注册我们的7天免费课 是讲解怎么样把这些模板 手把手交给你 是用在任何题目里面的 然后他就会比较系统去给你讲解 听说读写四门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7天的免费课程 然后有学生的话 理解能力比较好的学生 经常就住国外好长时间的 有工作经验 这些学生的话 很容易是用7天免费课 自己可以考到8777的一个成绩的 然后如果你在7天免费课以后 听好像是以后 决定一定要考过8774个7和8778 你写作和口语这两门不好的学生 尤其是你写作不好的话 我们都会推荐报一对一的保分课 一个月可以报你一门考过 然后两个月是两到三门考过的 因为如果你自己复习的话 四门同时考到那么高的一个分数 真的就是特别特别费劲 你知道吗 就特别用那个学生的话 就是自己复习的时候特别费劲 有可能你四个月六个月还没有考过 你回过头来再报一对一保分课的时候 你的时间你都浪费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在YouTube视频的底部下载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为什么学会了五类题就会写80%的题 然后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 雅思写作七分只需要三套模板六个技能 这一节课你们都是看过的 首先你需要知道是这写作没有那么难 你就掌握这几个套路就25个逻辑链 掌握这六个技能 最主要是一个逻辑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大左文只有很少的几类题 什么叫几类题 我们之前有一个文章去讲过 这个YouTube课 你们去点击一下链接去复习一下 就写作的Task2只有14篇范文 就最常考就是这14篇 也就是说它前面那种观点类型的不同的话 但你用上面的这个模板的方式 总共就是点模板 但是根据不同的题 你需要知道用哪个模板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我才录了这么一节课 会告诉你总共有大概是14类的题 你需要知道不一样类的题的话 是用哪一个模板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14类的题里边呢 这14个实际上还有点多 如果我们再往小的缩短范围的话 就是有两类问题 是最最最容易影响你考到7分了 一类就是问你agree和disagree那种题 另外一个就是题目会问你说 both views的题 就是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pinion agree和disagree 就后面这个问题问的是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opinion 就是这一类的题是最难的 是最容易去影响你考7分的 为什么 因为这类叫观点类的题 首先你想想你是同意呢 还是反对呢 还是中立呢 然后你就想怎么样论证同意 怎么样论证反对 怎么样论证中立 然后再加上它前面这个观点呢 不同类型的观点 你论证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不同类型的题 即使你同类是agree和disagree的题的话 你前面如果你的观点不同的话 你论证的方式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类题是特别特别容易去出错的 我们来讲解一下 什么叫同类题目 题目的观点不同 你就会断译不同 我现在给你分享这个chart是怎么来的 简单来讲一下 agree和disagree和bothview这两类的题 我们根据前面也就是这个问号之前的这个部分 问号就这个 前面这个观点的类型 把题目分成了总共一二三四五五类 agree和disagree的题 那bothview的题目的话只有两类的题 那根据这种不同的类型 也就是说题目的内容这个部分的话 再去细分同意的怎么写 中立的怎么写 反对的怎么写 现在能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题是比较难 而且最主要一点就是 你即使知道说老师我学过的同意的话 直接写两个支持段落就可以了 可是根据前面观点的不同 你这支持段落的段落大意是不同的 我们随便看一个例子啊 好 这个是我们一对一保分课的学生 最近用的一个资料 简单看一下 我们是把所有140个高频题里面 agree和disagree的题目全部都挑取出来了 然后我自己就是把它去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 然后又做了右边这个表格的 所以就是特别特别数据化你知道吗 都是从真题来的啊 然后我们随便看一个 如果你说同意的观点 你会看这两个题是同类的吧 都是合理性 那同意的写法就应该是一样的 那我们随便看一个题啊 比如说这个题说 有的人认为呢 对于学生来说是有好处的 做什么有好处的 如果你有一年是在上大学之前 是有一年是不在学校的 spend at least one year away before go to university 或者说你出国什么的 这些都是对你有好处的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性的观点吧 如果你同意你就说这件事有好处就可以了 这个是好几年前考试的那些 最最最容易写的观点 现在很少出了 现在都出什么样了 我给你看一个难的啊 好 现在一般都出这样 比如说消失类的题 现在问你说 有的人认为呢 花钱去develop technology technology for space exploration is unjustifiable and there are more beneficial ways to spend money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这也是同意和反对吧 如果你也是同意 你觉得没有必要去外太空 去探索太空了 呃 这个就是去探索太空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因为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去花钱 那你怎么去论证这个不合理呢 你想一想同意的说你还可以用说只是因为他有弊端他就不合理吗 如果你只是说弊端的话真的可以去支持这个不合理性吗 那你那如果你只说弊端的话那后边这个dm more beneficial ways to spend money去哪了呢 就现在的观点会越来越难了 这类的题是考的最最最多的 所以你会发现当即使你的问题是一样的时候你前面的观点不一样 虽然你也是同意的 那你每段段意就都不一样了 不是所有题 就这种body段写利弊的题太少太少了 所以根据这些观点不同我们就分成这几种类 现在懂了吧 这就为什么鬼和地色鬼和boss field题目是最最最难写的 因为你容易跑题 如果你段落大意都写错了 如果刚才那个题你就写 啊太空探索是有一些弊端的弊端一和弊端二你都没有提什么 other ways of spending money 你就跑题了因为task achievement的评分标准上面根本就对应不上 就是一直成绩都卡6分6.5的原因就出现在这儿了 审题啊 好我们看一下啊 啊我们讲完这个之后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贵和地色鬼的这五类题 我们的七天免费课会重点讲解哪类 我们重点讲的就是最难的这三类 第一个就是消失类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就是说 啊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应不应该做呀或者是说什么报纸能不能替代 什么不对 高科技能不能替代报纸啊或者是说 你觉得还有什么 嗯 traditional way of teaching将消失了这类的题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合不合理的题 就有的题你一看就是合理的 就比如说刚才那个什么上大学之前你可以去出国一字之类的 然后再看下面一个解决方法类的题 解决方法类的题呢就是什么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或者什么是什么的only way 或者是best way之类的题 这三类的题 占整个的比例 你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百分之 4448大概70的样子吧好像是60的样子而且这三类是特别 特别容易给写错的 一般情况下 rather than什么我们应该做a不做b你们都会写因为a有一些好处同时b也有一些好处 所以这一类是最容易的我们都不用讲 而比较类的题是什么比什么不好是很难我通过视频课给你讲明白的你知道吗 因为比较类特别特别难 所以我们就挑选了这三类 就是 就是最最最高频的这三类的题去讲 然后我们在 七天免费课讲的时候的话 我都会给你一个例题 然后呢会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worksheet一样东西 我在视频里面就会给你讲说 这个题我们是怎么去用技能一的模板的结构的模板 怎么去用段落模板 怎么去用逻辑链上这样你就会 比较清晰了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模板到底是应该是怎么用的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 关于boseviews的题 boseviews的题的话就两类的题目观点就是要么这两个观点如果你回去去看有一个 视频 我可以把这个视频给你放在这 好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是说大作文总共就有三个万能结构 如果你看这个万能结构的话 你发现boseviews的题都是一个结构的 但是结尾的结构都不同 是什么来去决定你的结尾不同 还是这个观点 然后我讲了 互相排斥的两个观点 也就是说boseview前面的一个部分 如果这两个观点不能并存 你不能都同意的话 应该怎么写 可以都同意应该怎么写 好这一类的题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节课 就是 三个万能结构 这个 然后这类题的话 我们会在 整个我们的七天免费课里面 去挑选两个 不一样题 会告诉你是怎么写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review一下 也就是说七天免费课 解决你们所有boseviews的部分 尤其是考G类学生 这个很重要 对于考A类的学生来说的话 重点听agree和disagree的部分 我们会重点讲解 三类的最最最高评也是最容易写错的题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七天免费课是怎么样交给你五类题的 首先就是每个技能 我们都会使用自我纠错表格 分别用在五个题 什么叫自我纠错表格 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学了技能一 我们有技能一的结构模板 你都学过这个模板 我不是给你讲模板的 我是终点讲 这个模板怎么用 每一个步骤 拿到一个题之后 第一不干嘛 第二不干嘛 第三不干嘛 你的模板就肯定可以用对了 然后的话 我给你有这么一个表格 然后会提示你 我说step one 你需要做这件事 比如说确定 开头结尾的功能 然后读最后一句话 就像一个process check checklist 一样的东西 这就叫自我纠错表格 你有了这个之后的话 我们所有一对医保分课的学生 都考过的学生 都具备的一个功能 就是他可以用模板 用自我纠错表格 保证自己的模板 肯定是用对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work homework sheet 是什么样子的 一定要记得七天免费课里面 去下载这个 homework sheet 首先就是我给你挤了 大概是八到十个题的样子 就告诉你七天免费课之后 你肯定有能力 是协会 水平高的学生 就是说你理解能力好的 这八到十个题 肯定就可以 写到七分了 也就是说我讲解所有知识点 都可以帮助你去写 对那八到十个题 然后就是技能一 然后我们讲解一下结构 然后讲解一下段落大意 怎么写 都是你现在下的表格 都是空的 没有答案的 然后你一边听视频 然后一边自己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特别枯燥 不然的话 以前那个版本 上来就跟你讲 这个应该怎么用 你们就学的特别特别枯燥 我也不知道你是学会了还是没学会 然后上直播课的时候发现都没学会 然后这样你就有一个答案可以去对照你是不是用对了 然后 我们还会继续保存 保持我们这个论坛打卡 你还可以去互相导论 到我们的论坛 KISSIELTS.COM 在这个视频下面都有链接 你就可以去 去进行一个每天的打卡 既然打卡越多 common别人越多 你就越有可能被邀请到这个一对一的保分coaching的体验课 然后这个直播课是真的是价值200美元 然后因为是我们只会挑一到两个学生一个小时 我们只会现场coaching一到两个学生 去真正是教会你检查一类题的保分模板是怎么用的 逻辑链在使用的过程之中有什么问题 保证你可以举一反三 可以把这个 写逻辑的方法用在任何题 因为写作保气分最主要就是逻辑 然后我们还会挑选一个学生的话 是讲语法 一个逻辑一个语法 然后口语的部分的话我们讲一下 口语的部分就是没有什么词组可以背的 因为我们让你们体验一对一保分课的方式 就是让你真正知道 口语是我们 就所有类型的保分 就写作和口语的保分课里面 保分课里面提高最快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用你的个人经历力和爱好 帮你去想出一个 万能故事和万能原因 翻译成七分八分的英文 会现场帮你去套20多个考试的预测真题 所以就是口语不好 学生 即使你是只差零点五分的学生 你来一下你都会觉得特别特别值得的 然后 最后就是七天课的听力和阅读的部分都会给你讲一些必备的一些练习是什么样 怎么样去注册七天免费课 七天免费课注册方法和以前都是一样的视频的下面可以注册 然后微信公众号同学的话直接scan那个QR Code就可以了 一对一保分视频课有一个最大变化 挺好 每人只有一次机会 因为人太多了 然后呢 我们每周六都会直播 我们会邀请周大陆时间周三以前注册的同学 所以你会在周四所收到邮件 周四以后 周三以后注册同学的话 你是下周收到邮件的 然后以后的一对一的保分课的名额也都会这样给 就是每周可能是只会给某一波的学生两到三个名额 因为报名的人多coach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质量 然后一定要记得你论坛 reply越多comment越多 我们就会认为你再去contribute给我们的community 我们给你的benefit的越多 要么就是邀请你来上这个 就是 这个group coaching啊 就是这种一对一的体验课 或者是 有一天你可能接到一个邮件跟你说 你要不要来上一次daily lesson 可以去现场coach一下你 然后最后说一下 有的学生说那如果你只挑一到两个学生来上这个 coaching课的话那其他学生怎么办 其他学生的话我给你们放大一下啊 我们这个软件是可以这样子的 就即使一个人在这边然后右边的话就会你可以去打字 然后去留言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是我coach 那就会有另外一个coach 给你去回答你的一些问题 就看上去只是一个题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一个题里边去明白很多问题 而且你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发在右边这个chatting栏的 其他coach也会给你点评的 最后我们一个YouTube留言 小问题 为什么掌握五类题 就能搞定80%的大作文 一定要想象人家生 这很重要的 因为 考过的学生不是学的多 是学的少 比如说这个学生 然后我们后面几天的话 都会这周的剩下的三节课的话 课件全部都给你做好了 我们会讲解 最懒的潘同学每天打游戏 怎么是从雅思小白两个月考的8777的 然后实际上的考试 8778的一个成绩 他口语是8分 然后他口语就特别震惊 他口语就是用了两周的时间 10月24 到11月12 两周是从6 5到8分 然后特别巧的是我们大陆有一个学生 口语是考到了8 5分他只复习了一周的时间 然后 所以我们还会讲 另外一节课我们会讲一个大陆考生的经验 很多人都说那个老师你的学生只可以在国外考过 然后像跟他说在大陆可以考过的 就不要因为你在大陆考试就觉得自己被disadvantage 其实也不是的 如果你掌握这个方法的话 两个月全职复习 Mina同学 然后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特别详细的一个 一个体验 我们一起去看他整个的复习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是他考试之前 没有报名我们课之前是9月17号 你可以看他协作还是6口语17.5分 听力是7分 他听力也不够 然后但是他12月19号的时候的话 听力就是8.5分 可不可以放大这个 听力就是8.5分 然后写作是7口语18.5分 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经验分享 然后另外我们会分享一个 基础不是那么那么高分的学生 是四门基础5分6分的学生 怎么样用四个月的时间 考到7.5分 你们都认识陈全同学 在论坛 就是特别特别积极打卡的一个同学 他最后考的是两个8.5和两个6.5的成绩 已经获到邀请了啊 然后他是一个月的时间听力和阅读 就从6分提高到一个7分 然后最后考了这么一个成绩 可能对于其他学生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的成绩 但是你们你想想 就是从基础 这个基础的 学生 是从两个6分 而且他写作以前是5.5 然后考了写作6.5 同时他四门都是有提高的 真的特别特别不容易 他之前写作还考过一次7分 然后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周不管你是什么基础的学生的话 都可以去 找到一个跟你情况 是一样的同学 来去听听他们的经验分享 然后呢 我们直播课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给你们邀请 One of them 或者是其他的已经考过的学生 去给你们分享一下 他们考试的经验 中文字幕作词 字幕志愿者以语 packed